基本上網路呈現了一個 整形前後差異很大的手術結果 其實基本上是一種複合式的手術 以顏面來講 它有顏面骨 骨頭的部分 也有軟組織的部分 那要造成一個前後差異很大的 不是一個單一手術能夠完成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做消骨 症餓 龍鼻 雙眼皮 然後去達到一個手術前手術後 一個很大一個差異 所以身體上也是一樣 那身體上就是龍鼻 抽質 就是造成一種黃金的比例 黃金的曲線 就是滿足這個審美觀念的一種曲線 比如說胸部要大 皮膚要翹 腳要細 腰要細 人雲線這些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要說有什麼手術 能讓手術前後差異這麼大 你要看它要達成什麼樣的差異 那大部分網路上會有差異這麼大 大部分都是要複合式的手術 所謂複合式的手術 這是結合顏面骨還有軟組織的一些手術 要結合起來它才能達到一種差異很大的一個改變 對 因為現在 其實我們以前做雙眼皮 做鼻子 或者做一個下巴 我們都會覺得改變很大 但是現在網路上的資訊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大家期待的是一個很戲劇化的改變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手術結果 其實都不是單一手術所能夠完成 理論上是不行 整牙這個東西我覺得在講它的歷史 最明顯的就是一個小S 它戴著牙套上電視 所以當它戴這個牙套上電視以後 經過了那麼多年 它還是更漂亮或什麼 所以大家會聯想到說 是不是整牙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其實整牙的時候只有上下二股的一些 骨頭的一些微小的改變 它對於整個臉型其實是沒有辦法改變那麼多的 所以你小S如果變漂亮的話 其實它其他的部分 比如它自己的保養 還有做一些微整型或者是一些保養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單一用牙套來整牙 不能讓自己整個臉型會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你看了那麼多美女以後 其實你要挑出一個你最喜歡的美女 其實是有困難的 比如說你跟我講說誰和誰哪一個比較漂亮 那我覺得各有各的特色 但是你如果認我個人的意見 其實我們大家都把這個鏡頭放在他的臉上 其實像我的話我就會覺得我會把鏡頭拉開 其實只會真正的美女必須要有八頭身 九頭身的身材 這樣子的美女當你鏡頭拉近的時候 你才會覺得說她才是一個真正的美女 那至於臉的話 就是說那你要八頭身九頭身 當然你的臉就要小 那臉就要小 就是這個臉頰要小 下巴要尖 你的五官要立體 所以很多人到我們診所來 她要整形的時候她會拿到 比如說鼻子的話叫Angela Baby 或者是這個韓國明星 還有那個日本的明星 她會拿她的照片來看 所以像鼻子的話Angela Baby就比較多 前日賢這些還有炫耀 炫耀也是常常被提到的一些美女 那可能美女真的看了很多了 你要我說我最喜歡哪一個 我真的還想不出來 像台灣張君寧 張君寧她的身材比例就很好 像林志玲這些當然就也是 算是都是一些都是八頭身九頭身的一個身材 其實對都是會讓我覺得 是台灣美女的一個代表 所以我會第一個先看身材 接下來看她的臉要小 然後比例要好看 我想之前記象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它是一個很強烈的 要把男性變成女性的特質的一個案例 但是我們要知道所有的整形手術 其實是一種女性柔化手術 所以說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 你要稍微整的像中性的 有一點女性化的一個曲線的時候 其實女的會變更漂亮 男的會更帥 那麼這種性別上的轉變的時候 他們要把強烈的男性特徵變成女性的特徵 這都是一些男性的特徵 所以在這個女性化的過程中 她會有很強烈的欲望 去把這些男性屬於男性線條的部分 把它調整成女性的線條 所以在她整形的過程中 她就必須要削骨 那她軟組織不過的時候 她就要做自體脂肪移植 那她柔化的過程中 她鼻子不夠高挺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做高 那她如果有鼻結的時候 有些男生會有鼻結 她的鼻子也是要做柔化的手術 所以這些這些 那她有雙眼皮 眼袋 其實她都是需要去做的一些整形的手術 也就是在男性變女性 或者女性柔化手術 一種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 一些手術的方式 手術的動機其實 我想這種變性的手術 它的動機是比一般人更強烈的 因為她要藉由整形的手術 達到她心理上的一種平衡 還有心理上的一種慰藉 所以她的動機是非常強烈的 甚至非常有規劃的 她第一步她要先怎樣怎樣 可能她有一些財力上的規劃的時候 她會想她想要先動什麼手術 再動什麼手術 所以整形美容的人 他們的動機就是要變美 但是變性人的整形美容的動機 她又是更強烈 強烈到她要跨過一個性別 不同的形容 能平時就只做了一個性別 很健康的術 那一梅 她在不同的那個